根据苹果新闻网的报道 宜兰县上月底爆发有史以来 最大规模的食物中毒事件 造成了86名师生身体不适送院 当天有86名师生同时出现了 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症状 怀疑具有共同感染源 发病时间都在食用营养午餐后3小时 而且在检验结果显示 在当天所供应的糙米饭及学生粪便中 都发现了金黄色葡萄球菌 怀疑是在午餐制作过程 为做好环境及卫生管理 才遭到金黄色葡萄球菌污染酿货 什么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呢 金黄色葡萄球菌是人类的一种重要病原菌 隶属于葡萄球菌属 可引起多种严重影响 有势肉菌的别称 金色葡萄球菌常常出现在肉类 鱼类鸡蛋牛奶等食物中 此外剩饭油煎蛋糯米糕 凉粉等引起的中毒事件也有报道过 一般金黄色葡萄球菌可通过以下 途经污染食品 食品加工人员 趋势员销售人员带菌造成食品污染 食品在加工前本身带菌 或在加工过程中受到污染产生了肠毒素 引起食物中毒 金黄色葡萄球菌可引起局部化农感染 也可引起肺炎 尾膜性肠炎 腥包炎等 甚至败血病 浓毒症等全身感染 然而金黄色葡萄球菌产生的毒素 极为顽强 在牛奶中 144度加热70分钟之后 都还会有10%的火性留下 这些毒素的毒性也比较强 一无一刻就可以引发病症 所以在我们接触的食物中 最容易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的 就有肉类 禽类 蛋类 水产类 奶制品等等 美国疾控中心推荐了以下意见 来避免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 一 制作食物之前用肥皂和水充分的清洗 尤其是指甲内 手或者手腕有伤口时 不要准备食物 也不要给其他人端送食物 保持厨房及就餐区域的清洁卫生 食物如果要保存两个小时以上 要么在60摄氏度以上保温 不然就是在40摄氏度以下冷藏 这样就可以避免感染金黄色葡萄球菌了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金黄色葡萄球菌 带来的危害性 它可是可以让你致命的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